大家好,我是ACYC1国际的Gini,感谢大家收看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在分析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风险提示 本视频仅对市场行情做以分析,并未将您的个人目标和财务状况考虑在内 今日凌晨,美联储结束了长达两天的会议 最终将美国的利率由0.25%涨到了0.5% 这也是7年以来的首次加息 在去年年底美联储结束QE3政策之后 就逐渐向市场放出即将加息的一个消息 在本次公布利率和货币政策声明之后 各主要货币对都大幅震荡 由于美联储公布的货币政策声明中表示 未来的加息进程将循序渐进 这就导致了美元指数的涨幅较小 在货币政策声明中其表示 由于就业数据的一个好转 以及对未来通胀率提高很有信心的一个影响 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采取加息政策 以适应未来的经济状况 此外在对未来的经济预测报告中还显示 将在2016年年底将利息提升至1.375% 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四个季度中 每个季度都有可能进行一次加息 美元指数的近期走势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 今日晚上9点半美国上周出请失业金人数 以及明日晚上10点45美国12月Market 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在加息后市场上的货币对此反应 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是幅度略有不同 首先我们看一下欧元对美元一小时的趋势图 在加息公布之后欧元对美元大幅震荡 一小时内收涨 而在下一个小时回吐了全部的涨幅 金晨早盘继续走跌 与此同时英镑的走势也极为相似 英镑对美元一小时途中 也是在加息之后有一个大幅的上涨之后 回吐全部的涨幅 而澳元和纽币作为风险货币 其走势略有不同 在加息后的一个小时 同样跟英镑跟欧元相似是大幅震荡 然后一小时收涨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小时 跌幅明显小于起涨幅 不过在之后的早盘中 仍然处于一个下跌的状态 纽币的走势跟澳元极为相似 下面我们对各主要货币对 做一个未来趋势的展望 首先以英镑为首 目前最有意图加息的两个国家 即为英国和美国 而就目前英国的这个经济状况来说 加息的进程可能会延后至2016年年底 根据英镑周线走势图来看 目前正处于一个下降的通道中 美国的一个加息令英镑继续承压 欧洲方面欧元区现在依旧处于货币宽松政策中 每月购买债券仍为600亿欧元 此外在本月初 欧洲央行将购买债券计划 由2016年9月份延长到2017年3月份 这样的一个进一步宽松的政策 虽然让欧元在前两周有所反弹 但是长期来看由于欧洲央行跟美联储政策的不一致 欧元继续向下承压 澳大利亚方面在今年的两次降息后 经济略有改善 在9月初的时候形成了第一个底部 之后在9月底形成了第二个底部 目前底部逐渐提高 形成了一个上升三角形的趋势 等待进一步的突破 但是由于近期铁矿石下降的原因 澳元有一个向下的走势 今后澳洲央行是否会继续降息 也取决于通胀率是否有进一步的改善 新西兰央行在今年已经进行了四次降息 8月以后形成了一个筑底反弹的走势 那么近期纽币对美元的一个汇率的上涨 对经济起到了一个消极的作用 新西兰央行行长表示 这种汇率的走势可能会刺激新西兰央行再次降息 因此未来新西兰央行是否会降息 取决于纽币是否会继续升值 总的来说 在这四大主要货币队中 除了欧元近期正在实施货币宽松政策 欧元对美元形成了货币政策的一个分歧 而其他三种货币并未有一个明确的走势 因此长线来看 欧元对美元进一步下跌的空间最为明显 以上为今日的市场分析 如有一问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going to